本港兩間大學合作進行的研究顯示 五深港兩地創業活動正不斷增加 創業人口比例大幅上升 學者相信如果香港和深圳聯手 將有助加強國際競爭力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創業研究中心 和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 截至2016年中 香港成年人口中 早期創業的比例為9.44% 比09年的3.64%增長超過兩倍 而深圳就是16.04% 也就是說 每100個深圳的成年人 有超過16人在創業 報告又指 兩地25至34歲 以及35至44歲的人 最傾向創業 而18至24歲 以及55至64歲的人 就沒有那麼願意創業 對應創業率較高的情況 兩地非正式投資者文化 也都日益濃厚 朋友和鄰居 成為兩地創業者的首選集資對象 研究團隊又訪問了近80位 深港創業研究專家 其中最多專家建議 發揮兩地的產業優勢互補作用 香港我覺得一個優勢 我和媽媽都覺得 就是可以在這裏想 因為已經深圳有這麼多科技 可以借鏡了 我們就用它 或者轉轉頭 還有深圳有很多科技 想走出去外國 去借了一些新ID 借了一些現有企業的優勢 的時候就來香港 學者又認為 深港兩地可以發揮 雙負雙城的生態系統兼容性 配合初創企業的非正式投資文化 可以建立獨一無二 並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初創企業樞紐 富凰韋斯記者 潘祥元報導